好的各位观众啦 友们大家的早上好 中午好晚上好 我是国际杰说 狗鲁齐 很久不见丙爷 今天是一场硬仗 丙爷对狼黄 这个对局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是各种各样的考验 瑜伽本身就是一个攻强手弱的角色 当然他手也要分为两个方面 远距离的防守性能是不错的 但是在近身方面就会比较糟糕 但是狼呢 这个角色 他其实想要快速的去进瑜伽的身 我觉得方法会非常的多 对于瑜伽的一个防守来说 考验会非常的大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丙爷怎么来处理的 丙爷这里看起来开场还不错 哇 打拆 中拳只能接了个重关 没有选择用VS 他今天带的是VS2 VS2的话是没办法接一个连招的 跳中角命中 一波追过去以后 中角再打一个优利神 丙爷表示没法防啊 这个游戏 太烦了 这个电狼的跳跃轨道 让瑜伽根本没有办法对空的 那这一波过来就直接人没了 当场去世 丙爷这把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无论你瑜伽玩得再好 真的是队上顶级的电狼 那这个对局 始终是瑜伽会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位置 在这里开场先做牵制 这一下下中掉放倒了 直接起跳 这一下 丙爷是想对空的 但是突然想起来 这个版本啊 轻攻击对空是要被打的 很多人还是不适应 丙爷刚才也不适应 他一定是按了那个轻攻击的对空 狼狂现在也深知这一点 直接朝到你头顶来 哇 这一波 VS再压 丙爷会怎么来 手上VT已经好了 想滑过去直接开吗 中角给到一个碎康 往前补一波伤害 把VT交出来 那接下来封对手 哎呀 想封 很难封 拼到一个想啥 这就是很多不利的因素 就电狼这边想要硬突过来 你给他换水 你都觉得亏 啊 直接 哦 VT取消 狼狮三角杀 反挂一个板边 在板边 等着你直接给一手头 最后一丝血 呜呜啊 最后一滚 滚一个正面 绕一个逆向 啊 为什么要绕这个逆向 其实 呃 也可以啊 因为他是滚的正面 那是有力的 可以继续压制 这时候丙颜有可能会选择拆头 他如果说 在这个点上绕逆向 等于是有打拆的效果的 所以这样子选也是对的 不能说他不对 但丙颜没拆头 更加离谱的是 他用一个重拳打到了一个反击 有可能是直接等好你的 要么就是反应快 好 继续回到这个瑜伽 比较难打的局 看一下狼黄这边是怎么来突破防守 这里上来先滚倒一下 啊 绕了一个逆向还绕倒 不过这一下比较危险啊 距离很近 这一下直接选择用重滚 拼了啊 无所谓 因为他也是考虑到瑜伽这个角色 我直接中滚滚过去 对吧 他缺乏我不会很痛的 所以我就用重滚 这样不会有很大的损失 别死 然后跳入拼到枪杀 这丙颜必须用重拳对空啊 但重拳太慢了 电狼这个跳跃的轨道很低 就算拼到枪杀我都不觉得转 这里哎呀 第一段滚到了就比较尴尬了 后面那一段就没伤害了 没有攻击判定 那这样对手落地是可以先动 这把EX火追上直接带走 这狼黄是有很多进攻的机会 但是没能打死柄人 那这样柄也是成功拿下自己的第一分 到了第二局 上来VS先去 去完以后摸个角 看一看能不能开到大角 开到的话那就一波进攻过来了 这下没跳到 狼黄这里前期主要还是要攒资源 攒够了资源就可以直接硬冲了 他有彩虹鬼在手上捏着的话 是有很多进攻的机会可以打 得突然一个千千 很快走脸 因为他那个跳跃给丙颜的压力很大 千千的话丙颜不一定反应的过来 EX续 续的话主要是勾引对手来出这个招 突然一个千千把位置一变 那就快速的晋升成功 到了这个位置用VS点一下对手 不敢动就千千上你脸 丙颜这边防守压力很大 交一个VT直接被VR顶回去 对侧很不错 跳入 这一下抓到一个逆向 再跳 哎呀没法对空这个对决 我觉得丙颜很难受 对手又要去做他的一个对空 你要分散掉大部分的注意力 对吧 你重拳很慢 你得提前预判的 那如果对手趁你注意力在天上的时候 两个牵牵到脸上你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得硬拆了 所以这个对局不好打 丙颜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慢慢的跟对手迂回 看看他接下来怎么处理 中角然后摸一波 直接一个电走到板边 中拳有点中 到了这个点上面 怎么办 快速的上面 EX电再压 这一波抢了 丙颜硬抢 又是被VR顶回去 走一个逆向出来 这样即便是被你挥两拳 我也不用吃这个火的伤害 丙颜已经亏成马了 EX彩虹滚滚到 这一波压起身是没能成功 下中聊点座 来一个滚街上 VS把电蓄满以后拼到香沙 丙颜的血量都不够他换的 再一个VR 没血了这边 在VS蓄 你敢过来吗 哇 直接开火车一样 连续三个前前走脸 狼黄打得顺风顺水 他打瑜伽非常有经验 知道自己的优势点在哪里 全部用出来 那你瑜伽就很难打 接下来就看第三局两边的角色 这一角惨重以后第一时间抢出来 一把火倒地 再追一个火过去 没有用 直接滚你脸 用火压起身 很多角色没有突进的话压得住 像电狼这种突进又快又远的 那就难受了 现在狼黄这里继续用自己的VS 把丙颜勾过来 丙颜必须主动出击 这边一把火扫到了 啊 彩虹滚直接换出来 VS命中 这是打了收招吗 哎呀 再绕一个逆向下中聊 点中一波狼狮三脚杀 反观一个板边 暈点很高 丙颜这边肯定得交VR 这个VR交出去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你已经被知道了 你这一下必须交VR 那狼黄需要做什么呢 对不对 要么直接投你要么就防住你 你还是得在里面待着 只能说狼黄打这个队就太有经验了 很清楚该怎么打 把自己所有的优势打完 那丙颜这边就很难有机会 中拳被防 然后往后拉开 应该是准备拉远的要续VS 把丙颜勾过来 还是VS续满了吗 续满了 所以不用再续了 只要找机会偷一下就行 前前骗一下丙颜 应该是要找机会要跳了 VS打一下 没中啊 直接滚 丙颜这边一飘起来 马上就被确认下来 就是各种难呀 我到底该做什么比较好呢 丙颜这边选择的是 把位置先换出来 卖一点血问题也不大 这边EX火没有用 狼黄是疯狂折磨丙颜 平时都是老丙颜折磨人 今天狼黄反过来 一手经典折磨送给你 VS再打一发 续满电中一个滚倒地 伤害啊都是伤害啊 拼血都不够你拼的 直接VT确认你的一个后闪 本身用生龙截下来 狼是三鸟虾 反观一个板别 丙颜都不打算交VR了 因为这个时候交VR没有用 再滚 再敲 再敲 哎终于交出来了 这样还有什么变数吗 手上是有一个CE在 一个CE能帮到他吗 帮不了 这个对局确实 丙颜已经尽力了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